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见其没有落海 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想害死刘凯 就算其中有可以宗旨犯罪的机会 都全然不顾 痛下杀手 这属于含有主观恶意的故意杀人罪 依法预言判 我认为判斥她死刑是合情合理的 同时亦给被害人家属 用个报道器的交代 杨远 我说一下齐文静的情况 这个齐文静呢 杀死这个刘凯啊 他是有原因的 是因为刘凯啊 长期地对齐文静 肉体和精神上进行暴力 这一点呢 是有政客插头 可是大家想一想啊 人活着是要有希望的 如果是前面是看不到头的恐惧 人活着是没有勇气的 在这个时候呢 齐文静在船上好像看到了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啊 可以让他摆脱痛苦 摆脱恐惧 于是他就选择了 但是他错了 他选择了一个 毁掉他一生的一个选择 他杀了刘凯 我想问一问 他的这种情况 不符合法律当中 所规定的减轻的这个标准吗 难道非得让一个孩子 一个七岁的孩子背负一生 没有父母的痛苦吗 齐文 你这个才是双重标准 政罗救人你不考虑 齐文静 你反正要仔细考虑起来吧 你说得对 不应该有双重标准 应该统一标准 每一个案子每一个人 都要做出啊 最符合事实的事情 如果我们有些人 为了其他的目的 不管是为了社会的稳定 还是经济建设 或者是他人的仕途 我们来操弄法律的话 那我们就对不起 我们身上穿的这个法袍 我们就没有资格 今天在这里讨论 这个讨论那个 用哪一条的刑法 来给这个人定罪 因为最应该定罪的 就是我们这些 掌握法律的人 齐文 不好意思 你说得过于激动了 就是因为他曾经被虐待过 就可以杀人了吗 不错 问题是齐文静在刘凯 生命危机的关头 不是过失啊 是主官故意将他弄下大海的 故意杀人的情节非常清楚 而且还有相关人员作证 后来他又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 跟另外两位被告共同编造了 自行跳海的谎言 请问这一切 有符合从清判处的条件吗 卓庭 我说的是啊 卓庆轻判的基础 他有这个可能 此一切 显然这样 看法尖锐对立 无法统一 还是投票表干 Bat 我同意 我建议 按齐文静死刑 但 还击两年之情 八票 差一票 同意 判处 齐文静死刑的 等等 我同意 判处齐文静死刑 还击两年之刑 酒票 酒票 私怀 通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